收起来 收起来 好那个 中垂线 可以有什么功能 平分 还可以达到 所以中垂线只要你会画中垂线 那中垂线要怎么画呢 啊 中垂线怎么画呢 这个的中垂线就这样直接画下来 这个叫做什么方法 这叫做 木饰法 对不对 木饰法 所以如果叫这个人来西港 你们家的家 去外国起床 你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样做 就不能这样做对不对 因为这样叫做这个叫做木饰 靠肉眼 这个叫靠肉眼 平感觉靠肉眼 那你应该怎么做才叫做不是平感觉呢 要利用工具 对不对 利用工具 所以利用工具要办到什么事情呢 然后你得到什么东西 我就可以把那条线直接画下来 两个点 两个点 很棒 那我怎么得到两 因为 因为这是一条线 两个点就可以确定它的位置 对不对 那我怎么得到那两个点呢 利用圆规 利用圆规做什么事情 做两个等腰三角形 所以透过圆规来帮我们 透过圆规帮助我们做复制的功能 就是复制这一个 跟这一个要一样 可是我这样不见得会对在一起 对不对 知道我在讲什么 我量这里 然后这里量这里 这一条跟这一条一样长 可是对不起来 对不对 所以这个要失败的方法 对不对 那我怎么让它这两个可以对在一起呢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我就是复制长度嘛 这里 复制长度 这里呢 也复制长度 哇 为什么没有对在一起呢 对不对 所以这样是失败的嘛 哇 怎么样才可以让它成功呢 因为复制的长度可以 这么多个复制的位置 对不对 然后这个也是一样 对不对 这些都对 这些也都对 可是只有这个才会 对起来 了解意思吗 所以这个才会在他们的正中央 那一个点不够 所以我还需要一个点 那那个点你要放上面 放下面都无所谓 也就是说只有一个点是不够的 如果你只有一个点 就像是那个巧琳的画法 对不对 用肉眼 嗯 我肉眼很厉害 我可以保证你一定会垂直 保证你一定会平分 这个叫肉眼画法 好 绝对不是 绝对不可以找这样的人 去帮你们家施工 以后你们都盖房子 或是怎样 好 或者是室内设计都一样 不一定要盖到房子 所以这样不行 这个叫做肉眼 肉眼法 不可以 所以一个点不够 再一个点 对不对 那再一个点 你那个点要让它在哪里 随便你了 重点再 再让它出现一个点 那这个点你要摆在上面 还是摆在下面 都无所谓 接下来 因为有两个点 有两个点 我就可以确定这条线 就一定是它了这样 所以我完全不是靠肉眼 我是靠点 靠点 对不对 所以你写一句话 尺规作图 尺规作图的关键在哪里 画图的关键在哪里 你知道吗 尺规作图的关键画法 是在找什么 蛤 为什么我们能够确定的 把图画出来 关键在哪里 点 对 你很厉害 尺规作图的关键在找点在哪里 要确定点在哪里 雅萱 旁边20下 因为你状况外 上课的一定要要求自己进入状况 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讲 此规作图的重点在决定点的位置 这个非常的重要 所以绝对不是靠肉眼看 要透过点 跟点 来确定 你的图形要画在哪里 然后一个点不够 所以还需要第二个点 对不对 才能够把那条中垂线画出来 再来就是 我们上次有讲过就是本来人是这样站 对不对 如果这个是相等的 太 不是太阳 如果是那个路灯 路灯照下来的时候 本来这个是相等 就它会产生 上半身所产生的影子 跟下半身所产生的影子 不会一样长 对不对 那我要怎么样让它 才可以让它变成一样长呢 这个人要怎么摆 这个人要怎么摆 要怎么摆才可以让它一样长呢 啊 跟地面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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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所以我如果跟地面平行 我如果跟地面平行 不够平 如果跟地面有平行 如果 感觉上还是不够平 为了保证是它平的 这个是一个好方法 这是什么方法呢 为什么这样就可以保证它一定跟它平 一样高 对好 然后呢 如果我让它是一样长 一样长 这个我不要 好 然后 路灯在这里 你相信它产生的影子真的会一样长的 请举手 再一次哦 路灯在这里 路灯 然后你那个人形立牌放在这两段一样长 这个产生的影子跟这个产生的影子 你相信它真的会一样长的 你相信它会一样长 或者是你觉得它不会一样长 你觉得它会一样长的举手 你觉得它不会一样长的举手 其它没有举手是 其它没有举手是 你一定要做决定 要么就一样长 要么就不一样 就两个选择而已啊 本来是一样长 然后那个太阳光照下去之后 它产生的影子跟它产生的影子 会不会一样长 或者 或者这样说我跟你讲哦 我可以把它画到 我可以把它画到这里来 就是 只要维持相同的高度哦 只要维持相同的高度 只要维持相同的高度 这一个所产生的影子 跟这个所产生的影子 会不会一样长 你一定要做决定 要么就一样长 要么就不一样长 你觉得这一个所产生的影子 跟这一个所产生的影子 会不会一样长 一定要做决定 感觉而已 会一样长的举手 放下 不会一样长的举手 好放下 你举什么 蔡珊珊你举哪里 一样吗 好 我们要做这个实音很简单 请拿你的笔记本 笔记本 哈啰 笔记本 然后你横子摆 笔记本你横子摆 然后呢 画一条当做地面 懂吗 借我一下 这样 可以吗 在下面画一条地面 懂吗 然后在他的上面 因为他这个都是平行线嘛 对不对 这都是平行线 然后请你呢 在大概他上面 五格高好了 五格高的位置 画一样长 然后你可能数个 来这边 你这个让他五格高 其实几格高都无所谓啦 如果你这个让他五格高 然后这个让他五格 然后这边再一个五格 五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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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光呢 从这里射出去 他产生的影子 跟他产生的影子 会不会一样长 懂我在讲什么 他们两个没有连在一起 我们就把它分开喔 分开我们会更会觉得 他不可能一样长 对不对 可是记住一定要一样高 一样高很重要 好 所以这边五格 这边也五格 然后他的长度也五格 这样 然后你就抓了 抓一个 抓一个最边边那边 然后再把他的影子画出来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影子 五格高五格的长 我们实际上画一次 你旁边二十项 工具没有买 二十 等一下下课找我 用买的花钱跟我拿 下课再找我 下课再找我 今天上课就要用 你昨天没有处理 昨天放假的 昨天放假的 那我明明 今天是你自己一直钓 好 哦 这个你 我的错 这个有什么错 这个有什么错 他本来今天 他本来是体育课 我们要打球 打球 钓课不是我钓的 是吗 对不起 你乱怪我 是不是要二十项 他钓什么石画 我为什么要钓课 你自己去问一位老师 为什么 先要进行数学课 完成的举手 影子画出来哦 自己找个路灯 然后把影子画出来 找个路灯画影子 看你的路灯要在哪里 看你的路灯要在哪里 然后就会产生影子 不是吗 你要决定一个路灯的位置 自己决定路灯在哪里 自己决定路灯在哪里 然后就把他那个影子画出来 所以你不能太偏 因为太偏你影子 可能会画不足 对不对 不错 继续 你还没画 你的路灯 有画的都画的不错哦 路灯只要那个灯就好了 不需要他 不需要支撑他的那个 你还没画 画了 影子还没画 而且我跟你说五格就好 你画那么多格 五格就好 五格就好 因为他你如果格子太多 你会画不到 五格就好 用原规量就可以了 不需要直接画在旁边就好 直接抓一个地方画就好 不用画在最底边 不用画在最底边 有看到 这两个呢 有没有一样长 拿原规量最快 拿原规量一下就好 对 这样会不够 所以很简单 你不用改变 你只要改变什么 你路灯不要摆这里 你路灯如果摆这里 因为你这边空间比较多 对不对 那你路灯不要太偏 太偏的话 那边可能会更容易失败 你路灯在这里会成功了 那路灯也可以高一点 对不对 你调整一下你的画法就可以了 因为黑板我的直线画的仍然 没有很准 对没有很直 所以会不是很准 不然其实我可以拉绳子做到这件事情 我还是可以拉绳子去做 所以我可以 我如果不想画到那边去我的路灯就要 我可以让我的路灯高一点 然后把这个 这个再过来一点 然后 尖锐炒你完成了吗 我怎么听到你在讲话呢 我怎么听到你在讲话呢 他有开发的方法 可是我忘记了 那个 郑永勋过来 郑永勋过来 来 来你拉 你就是点在这里 就压这里 你就压这里 压着压好 来压好 好来看黑板 我黑板一样可以做 因为直线 直线它可以保持 我可以利用线 我可以利用线 不要跑 那个点 你那个点绝对不能跑掉 所以你一定要压好 好 所以我只要透过 你一定要压好 不能跑掉 你跑掉会不准 好 所以 然后 所以 这个点 被我弄到这里了 然后 这个 不要讲话喔 被我弄到这里了 然后 这个 不要讲话喔 然后 这个 被我弄到这里了 好 谢谢 然后 接下来 呃 刚刚我忘记把它画起来 就是 来你你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过来 再压 在这边 我把那个画出来 压 好压好 压好 所以我把那个 来你顺着画过去 你用另外一个颜色 顺着画过去 好 再来 来接过去 好 再来 C 来你画 C 再来D 好 谢谢 好 你们画的是这样的图 那有的人画的更完整 那有的人画的更完整 连这个都画了 就是 像那个嘉宜 他这两段都有画 所以他也可以再检查一下 这个过来的情况 是这样 但是你会很明显看到 很明显分开的两个东西 这两个 这两个 会被放大嘛 对不对 长度被放 长度被拉长 那我要检查 他有没有一样长 很简单 我只要用原规就好 刚好我看嘉宜在数格子 数格子也是一个好方法 但是 原规的好处是我连数都不用 对不对 然后我来检查 不准 为什么不准你知道吗 失败在哪里你知道吗 失败在这条线本来就是歪的 还有 这两条线是不是真的有皮型 本身这条就不直 他没办法跟他很直 对不对 你们有量出来吗 有没有一样长 有 有嘛 因为黑板的不准 其实我们刚刚已经操作算蛮准的 可是因为我下面这条线不准 所以他就会跟着不准 但是他已经算很准了 就差这里 为什么差这里 因为下面这条线是歪的 好 请你帮你的图画好 这个在讲什么呢 这个在讲 只要一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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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本来是什么关系 放大之后也会是什么关系 对不对 所以这个相当于是什么呢 你自己 你自己跟自己讲 就是 这一 事实上是这样 这个三角形 是透过什么功能呢 他是对他做进行了什么 放大 右边这个三角形呢 也进行了什么 放大 然后呢 这一两段的关系 如果本来相等 放大之后他还是会相等 所以你在旁边写上很重要的话 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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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行就会比例相等 本来相等 后来还是会相等 本来我是你的两倍 放大之后 我还是你的两倍 对不对 所以平行很重要 就是我们透过你自己操作过 你去感觉一下 你其实不太相信真的会相等的 你其实不太相信 我也不太相信 那他厉害厉害在哪里 这个叫做相似三角形 这个叫做相似三角形 透过平行 半道相似 所以他是这两个一起被放大 请你在旁边自己注记 这一条长度被放大 这一条长度也被放大 对不对 那他们两个是一起放大 他们两个是一起放大 所以在相同的高度一起被放大 所以本来几比几后来也会几比几 比例一定会一样 比例一定会一样 请问一下我黑板这个图是放大几倍 你估计一下 请问一下我放大几倍 一点多倍对不对 所以我只要去量它 然后再量放大之后的 哈哈 两倍半 两倍半 这个要慢慢训练 其实应该先让你们试看看 画好了吗 还没画好的举手 黑板那个图还没画好的举手 都好了哦 我等下我会再看哦 接下来呢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手段 我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哦 这一个线段我想要把它平分 我们当然是用中垂线嘛 对不对 我可不可以利用平行线来办到平分 我们知道要把线段平分就是中垂线 刚刚复习过中垂线嘛 对不对 要把一个线段平分 我跟你讲就是两个方法 除了中垂线以外有两个方法 你们想一下好不好 透过比例 透过平行 我们有学过什么会跟比例平行有关系的 相似 三角形 注意看 如果这一段跟这一段相等 然后这个跟它又是平行关系 代表什么呢 这里会是什么关系 平平 对 这里一定会相等 如果它们两个平行 如果这两个平行 那么左右的比会跟 右边左边的比会怎样 会相等 可以吗 所以如果左边相等 右边也一定相等 如果这个是 这个如果是2比3 这个不合理 这一条的长度如果是4 这条的长度应该要多少 这个的长度如果是2比3 这个长度如果是4 这个会多少 这个会多少 比例会怎样 所以2比3会等于多少 会等于4比6 一起放大 你有个东西就是可以利用比例 这边的比例 这边的比例可以跟这边比例一样 平行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讲的 注意看 如果如果如果本来这个切开 这个一样还是平行还是平行 这个还是平行 如果这两段是相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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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是平行关系 这个切下来 不就相当还是刚刚那个图吗 合起来而已嘛 所以这一条会被放大到这一条 这一条会被放大到这一条 对不对 所以如果本来他们两个相等 这两个也会相等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目前知道我在想什么的举手 放下 好 再一次 你们那个 你们那个格子很容易数平行 如果你格子上面那个很容易拌到平行 如果你这边数五格 这个如果是三格高 然后这个是五格高 因为它的高度一样 三格高五格高 那么这个的长度比例 会跟这个的长度比例会 一样 懂我在讲什么 只要它平行 因为它这个格数一样高 格数一样高 左边的比例会跟右边的比例一样 对不对 了解我在讲什么 知道我在讲什么 知道 先画这个图 所以我可以把 左边的比例 变成右边的比例 右边左右的比例会一样 只要这个是平行关系 利用你上面的格子帮助你画平行线 利用你上面的格子帮助你画平行线 A跟B的比例会跟C跟C跟D的比例会一样 都是多少呢 如果这里是三格 如果这里是五格 他们的比例都是几比几 A比B跟C比D都是几比几 就会是五比三 你自己决定 你自己决定 你要让它几格 自己决定 你要几格高几格高 这个你可以自己决定 我黑板是用三格跟五格 所以我分割出来的长度比 就会是五格比三格 这一条的长度跟这一条的长度关系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左右两边比例会一样 那比例通通都是跟高度一样 所以相等是真正是等在那个高度比 等是真正是等在高度比 这是第一种非常重要的平行 比例相等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刚刚上课讲的 请你们画的那个图 在哪里呢 请你一样是这个图 可是呢 请你去数 一样我举例子 如果我这边数五格 这边数三格 我可以数嘛对不对 我去数五格这边数三格 懂吗 数好之后 我再把它随便找一个点 拉下来 随便找一个点 拉下来 你看 来 先后顺序是这样 先 先数好 五格 三格 数好之后呢 随便抓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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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做那个路灯 随便抓一个点 下来 下来出现影子 下来 出现影子 下来 也会出现影子 对不对 至于你这边要距离几格随便你 你这边要距离几格随便你 如果 如果你抓的是 这里的高度 这里的高度 假设说你抓 四格的话 然后这边你也刚好抓四格 四格四格过来这里 再把它画起来 你去再去再做一次验证 你再做一次验证 你绝对会看到这边可以数到六格 这边可以数到几格 十格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进行了四格变八格的高度 对不对 你把一个三角形放大变成原来的两倍 一倍 两倍 所以两倍放大 来 你要几格随便你 但是这两个数字不要一样 格数先出来 然后再找一个太阳 不是啦 不是太阳 再找一个路灯 找一个路灯之后呢 再产生影子下来 对不对 那这个影子会在这里 这个影子会在这里 那你要画在这条 你要画在哪里呢 麻烦你先让它一样长 再次感受一下 先让它一样长 我们做两倍放大 再次感受 下面这个的长度真的会一样 就是比例跟它一样 我从四变八 所以四变八 从本来的三角形 只有四的高度 最后变成这么大的三角形 是四的八 四的两倍 八格高 所以三格变六格 五格变十格 这个叫做 这个如果叫做A 这个如果叫做B 这个如果叫做C 这个如果叫做D 这个如果叫做D 我们就说A比B 会等于C比D 这个是这样子看 那一个是五格三格 一个变成了十格六格 然后从上面比较小的三角形 变成比较大的三角形 放荡 来好好的把这两个图完成 有问题 有问题要举手问 那你的方式是四格两格对不对 如果是四格两格的话 这个的长度应该会几格 四格两格呢 对不对 你看嘛 你看嘛 因为你是四格高变两格 也就是说 这一条是四格高 对不对 那你的这一条呢 是六格高 所以你是四格变六格 然后这一个是五 那五格应该变几格 你这一条 你怎么说什么 这一条 这一条 这一条的高度是四格高 对不对 它是 它是 它是从这里开始看 这一条是从这个点 发射出来 它是在四格高 对不对 你以为是四格高 然后你是把它放大变成六格高 对不对 所以是 四格变六格 然后你 你这个地方 你这个地方有一个是五格 对不对 那你五格会变几格 懂吗 就会变几格呢 没有刚好是倍数 因为你是四比六 那会五比多少呢 你这个是几比几 四比五 四在这边吗 永勋画的是四格五格 然后它这一个是 不好意思 我的尺寸不对 它这个是四格 然后它这边是两格 换句话说呢 换句话说呢 它是从四格高 拉长变六格高 对不对 所以从四格高 拉长变六格高 然后呢 这一条的长度 这一条长度 就会从五格变几格呢 这样 它的关系会变这样 这可以用算的 你先算 然后再去数 真的会一样 你先算 那这怎么算呢 四比六怎么变五比多少呢 没有刚好几倍 对不对 没有刚好几倍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怎么变成它呢 几倍呢 一倍多嘛 什么叫一倍多呢 就是你可以先把它除以四变一倍 对不对 除以四就变一嘛 变一格嘛 除以四变一格嘛 可是它要几格 五格 所以要再乘以五 对不对 所以要乘以四分之五 所以你除以四的意思是 把四格变一格 现在变一格 可是它要算的是五格 所以你要再乘以五 就变四分之五 所以这个也要乘以四分之五 要把四格变五格嘛 那六格可以变几格 会变更多嘛 所以会变成六乘以四分之五 所以我就会变什么呢 所以六五三十 三十再除以四 我们如果先约分 它就会变二分之十五 所以是七点五格 算出来是七点五 你再去数 它是不是真的七格半 数一下 数一下 都画好了吗 确定一下它是不是真的对哦 确定一下它是不是真的对 小子啊你都没有跟上呢 你等一下下课要找哦 你都没有跟上呢 土都没有 你是 好 ok 所以刚刚好 你有维持的它是一样的格数嘛 对不对 请你们再去想一下 那我怎么利用这个方法 把一个线段评分 请你在你的笔记本上画一个线段 随便画一个线段 画斜的 不可以利用格子 画一个斜的线段 画一个斜斜的线段 你怎么利用刚刚教的那两个方法 把那个线段平分 你这个是四三 对不对 然后你是数六格五格 对不对 那么这一条可以算出来几格哦 所以它是从六格 六格的时候这条是三 对不对 放大之后变这个 对不对 所以十一格的时候这条会多长 就是我刚刚跟永勋在讲的 有听我刚刚在跟他讲吗 有 算算看 算算看然后再来数格子 对不对 永勋你的格子对吗 差 你图形要够准才可以 想办法用刚刚的方法 把这一条线给评分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的道理在 首先你这一个 有没有发现这里还有 因为你是从这里下来嘛 你这个画得很准 你下来这边是不是有 再补上这个多少半格 有看到 这里面刚好七格 你这个半格给他 我就刚好七格半 有看到 所以他是真的算出来 跟正确的答案是一样 快没有了下课找我拿 这个是利用中垂线 不要有这个习惯 他刚刚画的图 你以为你对我呀 好 所以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我知道 我知道透过平行线 我知道透过平行线 左右两边的比例会一样 因为高度一样的关系 高度越高当然这个会越长 但是左右会有比例关系 那我也可以这样看 透过平行线 这一条怎么被切 下面就会怎么被切 对不对 如果这是平行线 如果这一条被对半切 那么下面这个也会被对半切 对不对 只要这边是对半 那下来这里一定会对半 只要他平行 换句话说这个也是一样 只要你这个是对半切 你画平行线过来 这边也一定会对半 他们知道我在说 所以 我怎么把这个线段平分呢 我只要透过三角形 就办得到了对不对 对 请问一下 你先决定好 你要用这个还是要用这个 如果我先用这个的话 这一条你要放在哪里 这一条 这一条要被平分嘛 对不对 这一条要被平分 所以他显然 你会发现我们中垂线是这样 中垂线你一定要透过两个焦点 对不对 在外面 然后再穿透它 对不对 所以你要从外面穿透过来才对 不是直接画它 直接画它那种 如果我本来就知道终点在这里 我还需要找终点吗 不用嘛 对不对 所以我一定是 不是从这条直线上 一定从外面来寻找 然后再穿透 对不对 好 所以请问一下 如果要用这个图形 这一条应该要放哪里 要嘛就放右边 要嘛就放左边 对不对 了解我在讲什么 所以注意看 那因为我需要一个三角形嘛 对不对 那个三角形要怎么画 这一条边要画在这里 或画在这里都可以 对不对 所以这个必须是这个三角形的其中一条边 所以那个三角形怎么画呢 就在它旁边随便画一个三角形而已呢 层右上来画 以它为边画一个三角形 这样呢 我只剩下两分钟 动作快 以它为边画一个三角形 随便画随便画 怎么画都对啦 好 接下来 注意看哦 接下来我是不是要把它平奔 看好这里哦 接下来我要把它平奔对不对 所以请问一下你要利用这个来把它平奔 还是要利用这个来把它平奔 都可以了 懂的意思吗 可是我要利用它把它平奔的话 它是不是要先平奔 对不对 我要利用它或利用它都可以哦 我可以利用这里的平奔 然后再画平行线过去平奔对不对 我也可以利用这里的平奔 画平行线过来也可以把它平奔 所以请问一下我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一旦这样做之后就死齐了 一旦这样三角形画好之后就死齐了 我还要去做平奔的话我就要用中垂线 所以为了反正这个三角形自由自在 好 所以我先把平奔这件事情办到 这条现实变 看我这里哦 圆规 就可以很容易的办到平奔 多的我不要 对不对 所以这里是平奔的 对了 请问接下来要怎么做 三角形我就知道在哪里了嘛 对不对 这里被平奔嘛对不对 三角形在哪里 在这里对不对 接下来我只要怎么做 透过这个确定的点 对它做什么线 平行线 有没有发现我是用穿透的哦 我透过这个很容易办到嘛 对不对 随便画一条 然后让它一样长 很容易办到嘛 对不对 这个是把它接起来 接下来我只要平行过去 这个保证平奔 穿透 先把这个方法画在笔记本上 你画出来了对不对 请你用另外一个方法 这个 一样是三角形 其他人请把 刚刚我讲的这个方法画好 至于这个跟它平行 应该要齿规啦 我现在先不要求你 先把这个图画 这个也不能直接这样画平行 有方法的啊 要画平行线有很多种方法 我那天讲过了 是要你们去参考八年上班 不是九年上班 的书柜 你有去看过八三的书柜的举手 没有 那这样我要处罢你们 好 是我的错 你们今天给我利用时间 去给我看八三的书柜 不会画的举手 都会哦 画好的请你想一下那个方法 那个怎么画 一样 我要把它平分 我要用这个方法 那如果要用这个方法 我要用这个方法 这一个平行是最后 有没有看到 先平分 连起来变三角形 然后再画平行线 那这个的方法呢 我要把它平分 我要先有什么 这个是一定必要的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一条一定是这两条的 其中一条 对不对 了解在讲什么 这一条一定是这两条的 其中一条请问一下 你要把这一条放在上面 还是放在下面 还是都可以 其实应该都可以 好 如果我们把它摆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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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上面那条就要短一点 对不对 那上面那条短一点的话 我就要在它 可是它要 我要摆这一条 我要摆这一条的时候 一定要摆在它的下面或上面 其实都无所谓了 关键在一定要跟它怎样 平行 所以这一体的重点是要先画平行 一定要先画出一条线 自己这条你要画多长随便你 但是它一定要跟它平行 要先做平行 刚刚平行是最后 这个平行要优先 至于这个平行你要画哪里 随便你都可以 接下来下个步骤做什么事情呢 让它平分 平分很重要 因为我确定它平分 等一下它才会被平分 对不对 我先确定它平分 接下来呢 我一定要有三角形 才可以让它穿透 对不对 三角形在哪里 对 永勋很有概念 三角形在哪里 有看到吗 最后一个步骤 我就可以把它平分 最后一个步骤 这个点跟中间那个点连起来 它就会把它穿透 穿透之后 下面这一条就会被平分 这个懂吗 这听得懂的举手 把它画完